大家好 我是陳國強師傅 歡迎大家來到中電電力廚房 這次我們煮上湯龍蝦衣麵 因為我們節省了很多錢 因為我們用電能煮食 家庭開支少了 所以這次我們就吃龍蝦 首先我們買了一些龍蝦 這次我們用了一個奧籠去做 其實有時候我們煮食方便 我們可以買一些冷的龍蝦味 回來我們就斬件 衣麵多數是一餅餅買回來 買回來之後我們怎樣處理 其實我們煮熱水 然後將衣麵放下去 稍微焗一焗 焗一兩分鐘 然後我們倒出來 稍微拿冷水沖一沖 晾乾水之後我們才煮 現在我們就煮衣麵好嗎 放少許油 我們做衣麵底 我覺得又簡單又好吃 只放少許蠔油 因為可以出到它的鮮味 但蠔油下的時候 我們最好一件事就是 什麼呢 好像現在這樣 馬上炒炒的酒 將醬油香味炒出來 我又準備了上湯 或是清雞湯也行 然後將做好事前功夫的衣麵 將它放進去 由它慢慢煮 第二個步驟就是煮龍蝦 龍蝦要將肉汁鎖住在肉裏 所以我們要上少許生粉芽 輕輕地印一印,不要太多 這個龍蝦很飽滿 然後我們先燒熱鑊 家裏我們也是這樣說 用半煎炸的方法去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做蝦或者是魚 龍蝦最重要是什麼 炸的過程油千萬不要冷 如果冷的話肉質就什麼 我們叫做煤 就不夠彈口了 所以我們的油溫一定會比較高溫 好,放進去 有時候要記緊要一件事 就是將那些水分 用毛巾或者吸油脂 吸水那些 將它們吸走 這樣就不會那麼容易 因為有水 油就會彈 所以這件事我們要注意 很容易的 電池爐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的熱力均勻 不是聚焦了一點 所以我們把龍蝦放進去 我們輕輕地轉一轉 它的熱力已經可以迅速傳達了 鎖緊我們食物裡面的一些肉汁 保持它的鮮味 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好了,記住不要煎到它全熟 或者是炸到它全熟 轉了色,鎖緊了 肉汁 我們就把它夾起 怎樣可以做到減炭又環保 我就建議你將家裡 轉為這個全電家居 用電池爐煮食 一邊用來煮食 另一邊還可以用來擺放食材 就算不煮食的時候 也可以當桌面這樣用 廚房就自然多了空間 一物多用 這樣就減炭又環保 我是用了少許牛油 在鍋裡就稍微炒一炒 好了,炒一炒 牛油香味出來了 好了,我們要爆香一些配料 將配料放進去 我們準備了上湯 可以倒進去 上湯我們調最大的火 先讓它滾了 千萬不要滾 就放龍蝦下去 這樣就會令肉質不夠彈 至於調味料 我們放些什麼 輕輕的糖 千萬不要多 鹽又是少少 四分一茶匙就剛剛好 你想它更加香味突出的話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會給少許的玫瑰露 是很少的 大家一茶匙倒 放進去 我們先把衣麵做好 先把衣麵做好 我們調大火 盡量讓衣麵全部吸收上湯 我不要有醬汁 有醬汁後會出來的效果就不好 大家看到嗎 好 大家看到我要多一點醬汁 因為我要讓伊麵吸收了我這裡的醬汁 龍蝦汁很重要 我們叫尾油,尾油也很重要 令到色澤更加出眾 好,現在上菜了 好,一個這麼漂亮,這麼容易做的上湯龍蝦衣麵 我們就完成了 用了電煮食後,家裡開始便宜了 省回來的錢就可以用來買漂亮的食材 獎勵自己和家人 想用電煮出更多好菜式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來自豬抽牌